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衣物清洁产品一般是分为洗衣粉还有洗衣液两大类 那么近年来呢 洗衣凝珠作为新兴的产品在美国逐渐的流行起来 这种凝珠呢 无需事先弄破 直接呢 投入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其外层的薄膜遇到水之后会快速的溶解 与普通的洗衣液相比呢 洗衣凝珠内部的液体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倍浓缩 柔顺剂也是常用的衣物护理产品 在洗衣的过程当中加入柔顺剂能够有效的增加衣物的柔软度还有弹性 同时呢 还可以延长织物的使用寿命并减少静电的产生 美国的洗衣机大多呢 都是设有专门的柔顺剂的投放口的 只需要在洗衣之前将柔顺剂倒入就可以了 白色的衣物弄脏之后呢 可以用衣物的漂白剂来清洗干净 漂白剂凭借次氯酸钠的强氧化作用能够起到漂白 去污 杀菌等等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些漂白剂同样是适用于彩色的衣物的 但是使用前呢 需要仔细的阅读产品说明 以免呢 对衣物来造成损害 去超市买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的时候 有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H1的标志 那么刚来美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困惑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和普通的洗衣液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呢 H1代表的是High Efficiency 这是高效洗衣液 那么这里的高效呢 并不仅仅指的是使用少量的洗衣液 而是指呢 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呢 所需的水量较少 同时呢 它会产生的泡沫也较少 这使得衣物在使用少量水的情况下呢 就能够漂洗干净 现在市面上的滚筒洗衣机大多呢 是属于高效能的洗衣机 那么只能搭配用H1的洗衣液 但如果不小心购买了普通的洗衣液 是否可以在高效能的洗衣机上来使用呢 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因为呢 普通的洗衣液在高效能的洗衣机当中呢 可能会产生过多的泡沫 而高效能的洗衣机呢 由于设计的原因 使用的水量会较少 没有办法有效的将这些泡沫漂洗掉 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是洗衣液残留在衣物上 可能会刺激皮肤 引起不适 同时呢 大量的泡沫还可能溢出洗衣机 对洗衣机的电路或者是零件来造成损坏 因此呢 在选择洗衣液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带有H1标志的产品 这类洗衣液呢 不仅是起泡少 残留少 而且呢 同样能够达到理想的捷径效果 同时呢 也适用于各种的洗衣机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些好评较多的衣物清洁产品 首先是太自洗衣液 被很多的网友推荐过 那么太自洗衣液呢 具有强大的去污能力 能够深入衣物的纤维 彻底的去除各种的污渍 还有异味 让衣物呢 从内到外都洁净如新 太自洗衣液还具备了除菌除满的功能 能够杀灭衣物上的细菌和满虫 在清洁衣物的同时呢 太自洗衣液通过独特的护色配方 可以保护原有的色泽 避免衣物褪色和变黄 整体的性价比也非常高 大包装的会更加的便宜 美国的各大超市都是有销售的 这款是太自的便携塑效去字笔 小巧轻便 可以放在包里随身携带出门 它含有强效的去污成分 能够迅速的去除 衣物上的新鲜污渍 比如说是果汁 咖啡等等 以及时解救尴尬 省去洗水的麻烦 但不适用于油污 血迹 还有墨汁等等的污渍 那么这款去字笔在网上的好评是非常多的 都说用过 就想向周围的人来进行推荐 7th Generation是美国最大的绿色环保品台之一 所有的商品完全不含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氯化物等等 不会对人体及环境产生危害 这款是7th Generation洗衣液 不含染料 人工增白剂 或者是合成香精 对皮肤非常友好 尤其是适合敏感的皮肤 它通过生物酶分解污物的方式来清洁衣物 具有一溶解 一瓢洗 温和不商医的特点 不仅能够彻底的消除衣物上的污渍和异味 还能够留下一股令人愉悦的淡淡清香 Craft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洗衣液品牌 在美国很多的产妇出院的时候 都会收到医院送的小礼包 里面给的洗衣液大多都是这个品牌 成人的洗衣液可能会刺激宝宝的肌肤 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选择这款的宝宝洗衣液 它的配方是非常的温和 不会对小朋友娇嫩的皮肤产生刺激 同时能够有效的去除衣物上的奶渍汗渍 以及其他常见的污渍 这款是Clorox的洗衣液 采用了浓缩的配方 清洁效果非常好 能够迅速的去除衣物上的各种的顽固污渍和异味 还能够提亮衣物的颜色 让衣物焕然一新 它的成分也非常的温和 不会对衣物和皮肤造成刺激还有伤害 下面这款是LASO的衣物专用消毒液 可以在清洁衣物的同时 杀死高达99.9%的细菌 有效的保障家庭成员的健康 而且不含漂白剂 可以放心使用于彩色的衣物 不仅是功能强大 口碑也是非常好 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清洁用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洗衣机来洗衣服 有时候攒几天衣服一块洗了 省时又省事 但是洗衣机若是用不对 这可能会成为健康的隐患 脏衣服堆几天再洗 可能会导致病菌的暴增 脏衣服长时间堆叠在一起 内部的水汽很难散去 在阴暗潮湿的环境 会加速细菌 真菌等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在洗衣机混洗的时候 不断旋转的机器会增加衣物间的接触面积 就要小心病菌在衣物间的传播 如果是真菌不断的生长 则可能会引发多种的皮肤病 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 换下来的衣服及时的放入洗衣机里混洗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家里有人患有真菌性皮肤病 或者是有老人婴儿等容易感染的人群 千万不要混着洗 致病菌很有可能通过患者的皮肤 皮屑汗字等附着在贴身衣物上 造成全家的感染 很多人洗完衣服 把衣服取出来之后 随手就关上了洗衣机的盖子 但这种做法是很容易滋生黴菌的 洗完衣服之后 洗衣桶内还是处于潮湿的状态 若是不通风晾干 就会滋生黴菌 而这些黴菌会以衣服为媒介 传到我们的身上 危害健康 因此建议大家在洗完衣服之后 可以打开洗衣机的门来通风 防止黴菌的滋生 很多人都认为 脏衣服泡一泡容易洗干净 但是如果泡太久 就会让溶解到水里的污垢 重新跑到衣服上 更有可能让衣服褪色 浸泡衣服的时间 在15分钟左右是最佳的 即使是厚重的衣服 也不要超过30分钟 此外很多人在洗衣服的时候 都喜欢放大量的洗衣液 或者是洗衣粉能洗涤剂 觉得放多一点洗得更干净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洗涤剂的量 与清洁能力是不成正比的 如果是到的太多 不仅是瓢洗男 还容易有残留 这样的话 时间一长 衣服就会越来越硬 越来越旧 一般购买到的洗衣液 或者是洗衣粉 都会标注好对应的使用量 最好是按照它的说明 来进行使用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使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 都让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 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